改善法税提振经济高雄大辽区内坑里力挺反财税黑手 记者张涵斜线综合报道 全民平均薪资倒退17年 洛桑管理学院调查直出 外资投资台湾全球排名倒数第七 而经济不振净和税制不佳有关 12月10日为联合国人权日 法税改革联盟与高雄大辽区内坑里 于12月9日上午共同举办 法税征改革良心救台湾论坛 邀请各行业从业人员与青年 以实际税灾案例剖析台湾不当税制造成经济不振 民生困顿 除了邀请社会大众响应 赋税人权宣言 全球联署 更号召上凯道共同为提升赋税人权发声 一个税务员可以毁掉一个工业区 银行乡李陈骏林分享 杨梅一家全亚洲第二大作同 旅的上市公司 税务员没有证据也没有调查 就凭自己一测 认定公司跟卫星工厂兼须开发票 不仅不把依法应退的外销营业税退还 还把案子移送到杨梅调查站去搜索 结果银行开始抽银根 不提供贷款放款导致周转失灵 最后倒闭公司及8家卫星工厂1600名员工顿时失去工作 工业区附近变成一片死沉 这案子最后确定是乌龙案件 但税务员不但未受惩处 竟还升官 近年低薪问题严重 法税改革联盟至公兰会 停看到周围朋友因低薪造成护理人员出走 选择去国外就业 担心即将来临的高龄化社会的老年照护问题 更加雪上加霜 让担任临床护理师的他觉得难受想哭 他举例很多外国企业当初是因为适用租税优惠而来抬投资 但在冗长的行政程序里 税务员却用暗藏在抽屉下的办法或解释函令来对待外商 致使外商却不 甚至连本土厂商都不愿意再抬投资 因此经济不振 景气低迷 萧乙串以被誉为税法228事件的太极门冤错假案为例 直出 历经法院超过10年的调查审理 在2007年判决确定无罪无税 没有违反税捐积真法 也认定禁失礼属于赠与性质 依法免税 国税局原应撤销违法税单 却至今纠缠21年未决 太极门税误冤案 凸显台湾法税体制的乱象 不当税制震侵蚀国家经济 在景气不佳时 每年的税收竟可超增达千亿元 这超增税收的背后 不知又增加了多少的税灾户 台湾税制不透明 外资不来 本国企业出走 经济不振 你我已不能置身事外 法税改革联盟 https www.facebook.com 斜线FFFTAX 关心在台湾不同角落 暗自哭泣的税灾故事 号召关心人民生计的民众 于12月18日晚上和19日 整天至凯道 一起力挺 反财税黑手运动 追求税法的公平正义 高雄市大辽区内坑里里长黄玉玲表示 从身边的案例 就看到台湾的税法应该要改革 他提到 最近有机车行老板 只有一楼是营业用 从2013年开始 却收到整栋楼都是营业用房屋税 拿法院公证给税务员看 却只肯从今年开始改 经过黄玉玲向国税局再三争取 才获得退款 还有低收入户竟被强制执行 也是黄玉玲写了撞子才撤销 黄玉玲表示 权力是靠争取而来 别让自己的权益税 税 折了 才可以税税平安 还有国内中小企业都往外投资 其实跟税法有关系 法税改革一定要继续 也支持法税改革联盟12月18日和19日上凯道 高雄港一销总队总干事洪资森直出 每个人每天都 税 在一起 即使一瓶矿泉水 菜市场买菜 食衣住行 都包含了营业税 货物税等 他表示自己也遇到税的问题 1996年机车报失窃 十年后却收到监理所的税单 还有一万多块的质纳金 好不容易自己找到报失窃的单据才免缴 洪资森认为法税改革联盟真的很好 让大家知道更多税的问题 保障我们的权利也保障国家 让大家都可以在合法的基础上合法缴税 今天的活动不是结束 而是税赴人权的开始 希望能分享出去 图说以法税改革联盟与高雄大辽区内坑里 共同举办 法税真改革良心就台湾 论坛 以实际税灾案例分享 台湾法税必须改革 图说二 法税改革联盟制赠内坑里 明白 真相 实末 赴税人权奋斗使三本真书 由里长黄玉玲 又 代表接受 图说三 高雄港一销总队总干事洪资森 又 表示 大家都可以在合法的基础上合法的缴税 图说四 高雄市大辽区内坑里 李明支持法税改革联盟 12月18日和19日上凯道 表达人民的心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